很多时候,有很多男人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,看上去会显得很被动,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。 相反,是因为太爱,所以不敢轻易地做某些事情,怕会引起你的不满。 所以,当男人有这些表现的时候,那就是说明他非常爱你。 一,总是确认你对他的爱。 两个人在一起,可能男人早早就记住了纪念日和你的生日,但他却总是会隐隐约约地试探你,为你知道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吗? 或者对你说,某一天对他来说很重要。 通常他会一脸期待,并且会关注你的反应,想知道你是不是和他一样,都在乎你们在一起的日子。 他这样明知顾问的时候,看起来可能有点傻乎乎的,但却说明男人真的爱你,并且爱你太深。 啊,总想知道你是不是感动。 你会发现,当他为你准备惊喜,给你送礼物的时候,总喜欢问你,喜不喜欢,有没有被感动。 也会在和你见面的时候,追问你一些问题,希望你能够赞美和认可他。 其实你有没有感动,从你的表现里,他就能看得出来,但他还是会明知顾问,想听到你对他的认可。 所以,当男人有这样明知顾问的时候,女人要明白他的用意,他不是在向你索取回报,而是爱你太深,想得到你的认可。 三,总是询问你想不想和他共度余生。 其实,男人这样的表现,就说明他爱你太深,因为太爱你,所以才会患得患失,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失去你。 他只有这样反反复复地询问你,才能让他变得心安。 他这样的明知顾问,就是他离不开你的证明。 因为爱你太深,所以在感情里小心翼翼。 明知顾问不是他不信任你,而是他付出了太多,你的回应又太少。 四,你开心,他才开心。 一个特别在乎你的男人,你的一举一动,一拼一笑,都能够牵动他的情绪,因为爱上了你,所以他就像是陷在你手中的木偶,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被动。 但是,他却甘之如頤,只要你开心,就能比你更开心。 五,因为爱你,所以努力赚钱。 可能在和你在一起之前,这个男人并不是那么的有上进心。 他没有过要去挣大钱的想法,但是在和你相处之后,因为在乎你,所以被周遭的社会环境所影响。 他觉得你不应该只是和他过这样平淡的生活,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,而他愿意为此努力。 六,因为在乎,所以他不敢贸然提出结婚。 一个在乎你的男人,他连在向你求婚的这个事情上,也会显得很被动。 他不敢贸然地向你提出结婚,因为他怕给你压力,他怕因为你这两年还不想结婚,因为这件事感到困扰。 所以,这个爱你的男人,只会在你也有了结婚的意向时,才会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太在乎你。 七,因为在乎,所以从不主动干涉你的事情。 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,他从不主动干涉你工作上的事情。 他会给你足够处理事情的空间。 一旦你解决不了,再向他提出请求,这时他才会帮你解决问题。 因为在乎你,所以他觉得你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。 有以上表现的男人是值得你依靠的。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,一辈子都不会觉得孤单寂寞。 拥有这样的男人,是一辈子的幸福。